报告前任委会 现在继续开会 今天下午审查 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 陈忠游博翔之资格 及是否试任相关事项 党团讯问程序 一 民进党党团 时代力量党团 台湾民众党党团 国民党党团出顺序 轮流交叉进行 并采疾问纪打方式进行 德彩联合询问 但其言数不得超过三年 在进行询问前 先请被提名人 陈忠武先生说明 时间为十分钟 请陈辈忠武先生说明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很荣幸今天有机会 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的身份 到贵院来接受审查 我个人的自传简历已经事先以书面提交给各位委员 今天我简单的做个重点说明 接着如果时间许可 我在针对一些党团 民间所关切的议题 做适度的回应 在我的成长经历里面 公共性一直跟我离不开关系 我从小到大 一直到出国念书 我绝大多数都是就读公立学校 我到外面求学住宿舍 我都是住学校分配给我的宿舍 我回国服务就业 一直到今天 我仍然是服务于公立机构 而且是住在学校配给我的宿舍 我的人生公共性对我影响很大 也让我感恩这个社会 热爱这个土地 影响了我的教学研究 也影响了我对国家社会的使命 我的专长是财产法 向来财产是一个支配的课题 可是我的研究重点在强调财产法跟人的结合 财产是一个手段 他的目的是要保障人的生存 是要保护人的人格自主 人性尊严 这是我的一个理念 所以我的几十年来教学研究的研究成果 总体来说 我是以保护社会经济关系上的弱势者 作为我研究的一个主要追求的目标 所以财产法里面 我的研究重点在契约还有民事责任 在契约里面 我特别重视劳动者跟消费者 这些类型的弱势者 我们向来的理论强调 契约法要让它发挥财货交换的经济效益 但是我更加重视的是社会正义 契约正义的实现 所以我的研究重点在于交易资讯的公开透明 交易风险要重新分配 我的目的要实质有效的改善消费者 劳动者的法律地位 至于民事责任法方面 也一样 我更重视的是被害人法律地位的保护 所以我的研究重点一直在强调 各种意外事故的被害人 我们怎么用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 让被害人的损害赔偿 全力容易发生 加速简化赔偿程序 而且要担保被害人 确实可以获得损害填补 所以我向来的一个信念 是以下这一句话 审判一个社会 看他留给弱势者多少生存空间 这是我向来的一个信念 这个信念也影响了我个人的研究方法 因为二十几年来 我的研究重点是不断地在观察 评论我们的法院判决 所以在研究方法上 虽然我是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 但是我不轻易地移植国外的立法力 国外的学说 国外的审判实务 我强调一定要在充分的本土意识下 在我们在地的经验事实基础上 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参考 去选择外国的某个立法力 某个学说或是某个审判实务 是不是真的适合我们 值得我们参考采用 这是我的研究方法上 一个重要的特色 那么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向来相信 法律的解释适用 不外就是两个工作 一个是论证方法 另外一个是价值判断 宪法的解释也是如此 精致化法律的论证方法 让法律的推论过程是站在一个 可以被检验的基础之上 形成一个判断结论 这有助于法律解释适用的客观性 然后法律的解释适用到最后 难免不了要做一个价值判断 要做一个价值的取舍 那有关这一点 我呼应刚刚我向来的信念 就是在价值判断选择上 我 左派 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我会倾向对弱势者多一点关心 多一点偏好 台湾社会是一个高度不信任的社会 台湾社会是一个变动非常剧烈的社会 我们的族群很多元 我们的国家认同 奇异 我们的风俗变迁非常快 我们的民意呢 也瞬息万变 在这么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 司法的角色很重要 司法必须引进一个 稳定的一贯的文明价值 进步的价值 当做一个稳定社会的力量 尤其是在民意瞬息万变的 现代社会下 行政权立法权 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难免受到一时民意的影响 所以司法权怎么在立法权跟行政权之间 拿捏好它的尺寸 能够确保某些进步的价值 能够稳定一贯的被维续下去 作为社会变动过程中一个稳定的力量 这是司法机关很重要的一个挑战 所以假如我有机会成为宪法法庭的成员 我一定本于二十几年来 教学研究所形成的经验 知识能力 我希望共同参与国家社会的进步 让我们一起来建构一个 更相互包容 更彼此尊重的一个社会 包容尊重 这是法 这是法律的精益 这是法律的核心 希望我有一个机会 能够共同参与 这一个追求真理的道路 以上是我简要的说明报告 那么很抱歉 因为时间的关系 部分党团跟民间团体所关切的问题 我在事先发给各位委员的书面资料里面 也有一些回应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这里就不再重复做说明 谢谢 这是 请被提名人的说明 继续请被提名人 由博翔先生说明 时间为十分钟 请由被提名人博翔说明 主席 各位委员 非常荣幸今天能以大法官被提名人的身份 在此向各位口头说明 并且背询 我个人的学习历程 已经在我个人的简历跟自传里面 有一定程度的说明 敬请指教 经以口头补充如下 首先就我在宪法方面的专业能力 向大院来报告 宪法是我大学时期最喜爱 投入时间最多的科目 我的宪法启蒙老师 是已故的法治宾教授 虽然受限于70年代 当时的整体大环境 他受课的时候 不能够直接批判国内的宪政实况 但是藉由介绍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有关言论自由保障的判决 他让我认识到 唯有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能够真正保障自由 落实平等 而且唯有违宪审查制度发挥作用 宪法才不会沦为美丽的政治宣言 由此启发了我对违宪审查制度的强烈兴趣 根据这个信念 我在大三的时候 就参加了野百合学运 并且在研究所阶段 在严局安教授的指导之下 以宗教自由作为众多个案的实践 作为我硕士论文的题目 因为这个信念 我深信我有通过众多个案的实践 宪法文本中的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才能够从书面化为现实 人权才能够真正获得保障 也因为这个信念 我选择了诉讼律师 特别是刑事辩护 作为我的职业 带着这样的信念投入了实务工作 我始终把当事人的权益 放在我个人的利益之前 因此在各种司法程序里面 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权益 我总是敢于犯言力争 当我在诉讼上为当事人主张 争取权益的时候 宪法经常是我最坚强的理据 也因为我心中根深蒂固的宪法信念 我多次为当事人申请大法官解释 经我代理申请而做成的解释 先后有4-469-582-654-670-689-690-725-737-755 及756等号解释 这些解释分别涉及了 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 刑事被告的对职结问权 与辩护人之间的秘密沟通交流权 刑事补偿请求权 新闻采访自由 以及个人不受侵扰的自由之间的 基本权冲突 传染病防治所需要践行的 正当行政程序 监索收容人的通信权等重要人权议题 而大院根据这些解释所进行的修法 已经大幅深化了我国的人权保障跟法制 在公共参与方面 由于自执行律师业务已死 我就体认到司法实务距离宪法上诉讼权保障的理想还很远 因此我在职业的第一年就参加了民间施改会 迄今我仍然是该会的成员 我在司改会除了参与徐志强 苏建合等三人 江国庆 邱和顺等冤案的救援之外 就刑事诉讼法 刑事补偿法 宪法诉讼法 人民参与刑判 等重大司改人权议题 我也都有参与拟定相关的民间办法案 还有国会游说 因此我对大院的环境并不陌生 在这些公共参与的过程里面 我也经常引用宪法作为论据 在研究法学方面 我提供给大院审查的著重目录里头 除了我的学位论文之外 如列了23篇在期刊专书上发表的论文 这些论文的议题集中在律师制度 刑事人权跟宪法的领域 也请大院指教 以下来报告我的政治经验 我在107年到109年间 兼任促转会的委员 主要负责平复司法不法的任务 并且担任该会 调查林宅许案跟陈文辰命案的任务小组的召集人 与其他同仁共同完成了这两案的调查报告 这两年促转会的工作经验 使我对于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内涵 乃至于危害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行为太阳 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使我深刻明了到 只有民主自由宪政基本价值 而不是二法一法 才是执法人员应该要全权福音的理念 进而由福音持人理念的司法人员 落实对国家行为的司法审查 才会是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真正屏障 由于对落实转型正义的坚持 我也很荣幸能够参与成立财团法人威权统治时期 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全力回复基金会 并且获得选任为第一任董事长 继续在实现转型正义的工作上努力 接下来 我想就退休法官康述郑先生 及蔡启文检察官 指控我在18年前 他们承办的案件中教唆伪证的事情 向大院来说明 这件事情是全然的误会 首先要说明的是 94年当时的律师法第30条 刑事诉讼法第161条之一 这两条规定结合起来的结果 辩护人有义务为被告搜求有利证据 人证是刑事诉讼法上的法定证据方法 因此辩护人应该为被告搜求有利的证据 当然也包括了人证 当时的律师伦理规范第16条 因此进一步明定 律师得于法庭外 向证人询问他所知道的事实 根据以上的规定 我访谈证人是职责所在 其次要说明的是 在访谈当时 我绝对遵守律师伦理规范的要求 没有诱导这位配偶为不实陈述 我在法庭上询问他的问题 都是根据他在访谈时告诉我的内容所为 在访谈当时 他为了帮助自己准备作证 自行笔记访谈内容 这是他自己的权利 我必须要尊重 作证当天 他还没有作证的时候 就把笔记本放在应讯台的桌上 检察官看到了 便要求他将笔记本收起来 康审判长则命令他将笔记本交到审判席来保管 当时审判长有问他 笔记本是否有准备作证回答的内容 他回答有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审判长还没有聆听证人作证的证言 就预断了证人所言必然不实 接着他连续问我三次 辩护人还要问吗 要我撤回传唤这位证人的申请 当时我对他的预断很不服气 因此除了向他说明 事先访谈证人是律师的职责外 也向他说明了法律 并没有禁止证人为准备作证而执行笔记 请他听完了证言之后再判断是否可采 在声力争之后 审判长见我不退让 只好让证人作证 在作证过程中 笔记本都在他的桌子上面 部分媒体说证人看着笔记本作证 我想这与实情不符 在交互结问完毕之后 康审判长直权询问证人 证人上他说明笔记的内容包括 他在先前旁听的时候 记录的庭审过程 自己制作了账目资料 他的先生交给他 换起他记忆的资料 也有作证前两天 为了让自己记忆清楚所写的答案 审判长于是追问他 写的时候辩护人是否在场 由于审判长已经显露出 对于辩护人接触证人 这件事情的敌意 因此证人当时只敢答声 被告不一定在 康审判长于是进一步逼问 为了让证人能够真实陈述 我主动鼓励他 应该要诚实告诉审判长 他于是告诉审判长说 最后面那边有几个地方 是我和律师讨论的 我在回答律师的问题 得到这个答案之后 审判长直接对被告说 他已经害他太太犯了违证罪 我想没有经过何怡婷的评议 审判长就当庭断定证人违证 可见他当时是因为律师庭外访谈的证人 就产生证人所言不实的预断 进而根据证人自行笔记律师访谈内容 而推断违证存在 然而证人从来没有说答案是律师给的 也没有说律师要求他为特定内容的回答 我相信康审判长在18年前应该很了解 没有证据支持的怀疑 就只能够是怀疑 因此一审判决书 并没有记载我教唆伪证 更没有告发我 没想到适隔了18年 当我被提名为大法官的时候 他突然将怀疑升格为确信 进而公开指控 对此我深感遗憾 未遭公信 只好在此向大院报告事件经过如上 回顾当时 我为了被告据理力争 不屈同于审判长的预断 不愿意顺从他的意志来撤回 传唤证人的申请 也许冒犯了他 加深了他对我的怀疑 导致他未能够看清各种与他的预断矛盾的事实 这些事实包括了证人毫无戒心的将 笔记本放在桌子上面 我主动向法庭说明 我有事实事前接触证人 也主动请证人告诉法官 他自行笔记访谈内容等等 可以说 我是为了克敬律师职责而受此 不时指控 不仅严重伤害我的名誉 更使我的亲友担心受怕 然而 如果时空倒转 回到18年前的那一天 我依然会做相同的选择 因为那正是律师应该要做的事情 也是我迄今仍然坚守的 为人处事的原则 就是忠于职守 这次的事件也提醒我 法律人必须要有开放的胸襟 跟谦卑的心 如果有幸能够获得大愿提名 我会坚持忠于职守 也会带着谦卑开放的心 来执行大法官的职务 以上是我的口头说明 谢谢大愿的聆听 敬请指教 谢谢 谢谢游备提名点的说明 现在进行委员询问 首先请汤委员惠真询问 寻答时间15分钟 谢谢我们的院长 我们的主席 那我就请邀请两位被提名人 好吗 请两位被提名人 好 两位被提名人都是 在我们法界都是受我们很大的尊重的 一位是教授 一位是我们最有正义感的 我们的律师 因为两位的法学造语都很深 关心 像我们陈教授 关心社会发生的事件 都可以找出很多需要关心的一些议题 因为进步的价值 可以看得到 从你们的论述 大概有 我算一算大概有一百件以上 期刊论述都很多 对于这些问题的详细论述都很有让我们社会上发生的问题都可以找到一个解方 当然 我们刘律师 因为喜欢宪法 对于宪法的研究 这个也是很深入 也在学生运动上也曾经开始我想不是做启蒙 而是在实践 另外在做这个促进这个正义转型的工作上 我们看到你的胆识跟勇气 首先我先问一下我们被提名的邮律师 因为刚才您有在说明 对于18年前这个案子 也都是法界的人 有退休的法官 有检察官 突然在被提名 知道有名单之后 说这叫教授伪证 当然我们在过去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大陆法系 都是依职权进行 到后来到民国90年前后 大概才开始做一些改革 司法改革 变成当事人进行主义 所以听到您的故事被揭露的时候 我们就想着奇怪 这不就是当事人进行主义 这个律师该尽的责任吗 所以不觉得有问题 而是觉得很奇怪 当时这个出来指控的 这两位也是我们法界的 很重要的角色 怎么会突然提到这件事情 我想这件事情 您也详细说明的细节 我们也觉得在法界工作上的人 都应该都知道 所以这次有点让大家吓到了 好 没有关系 这个事实就是这么清楚明白 那我现在可能有几个问题要救教两位 因为我们在法律系毕业以后 都是满怀着公平正义 法律人为什么会当上法官之后 有时候我们报上媒体 很大篇幅地在讲恐龙法官 那当然恐龙法官不是 因为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法官都不错 检察官也很好 但是有一些社会瞩目的案件一发生之后 大家都在评论 大家都是专家 等到那个判决一出来 哇 这个法官很辛苦 为什么 他已经被关上了恐龙法官 一辈子都丢不掉 那八十年代 这个法律系一直都是 很多年轻学子的第一志愿 现在其实也是一样 那一时这个自选 优秀热情的青年 这个毕业以后 当上这样的一个梦寐以求的法官 怎么会到后来 会变成急急盈盈 再变成科员法官 这样的生活 那甚至变成人民口中死骨不化的恐龙法官 我想教授您在台大 一直在指导很多的法律系的学生 我们是 还有我们的邮律师 也是法律系这个出身的 那对大法官在司法改革这个命题上 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那各位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努力 对于恐龙法官这样的一个民生 其实影响到整个社会对他们的信任 先从陈教授说 法律的解释适用 向来都是对事 不对人 所以我不赞成恐龙法官 这个用 如果某个裁判 有错误 不尽人意 我同意 恐龙裁判吧 这个名称也许可以用 但是我不认为要针对一个司法人员 可能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 做出一个也许可以检讨的裁判 然后我们帮他贴标签 我们说这是一个恐龙法官 这不是法律人应该有的素养 我们努力的在提升法学教育的水准 我们也希望法律人能够尽量把错误减少到最低 我们也一直在强调法律人的使命 实现社会正义 所以谢谢委员刚刚的提醒 您提到法律系毕业生 有些毕业以后 似乎违背原来法律人应该有的使命 我想我也同意 我们要战战兢兢 我们要继续努力 最近刚好是毕业季 学生请我拍摄祝福影片 我送四个字 勿忘初衷 然后讲了几分钟的话 跟学生还有我自己一起勉励 以上跟委员说明 对 这个常常我们会说 这个不食人间烟火 才会判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我想这是外面的评语 那我们请听邮律师怎么说 是 谢谢委员 提供这样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想我的立场基本上跟陈老师一样 陈贝廷人一样 我也认为说恐龙法官 这个名词其实有点太过于概括 我想一个法官或者是检察官 所要处理的案件非常的多 在他一生中判过的案件 我想如恒河杀属 因此一两个案件判错 几个案件判错 我想这是难免 因为毕竟法官是人 而不是神 以人来做神的工作 出错难免 因此我们可以针对 判错的东西 判错的案子 来进行指责 来进行分析 进行批评 但是除非有很明确的事实 说明说这位法官的品格 确实不能够符合 法官法跟法官伦理规范 对他的要求 否则我们不应该随便 用人格上的名词来指称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关于委员提问的这个 如何能够避免 怀抱着热情跟理想的年轻人 投入了司法审判工作 以后变成人民所不信赖的法官 我想在这边千头万绪 有很多的问题点 那除了委员刚才已经提到的 司法科程化的问题之外 我想短期之内 最重要的课题 也许是让我们的法官 我们的检察官 必须要深刻明了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权利来自于人民的付托 德国的判决 德国法院的判决 其实在判决的最后面 都会告知受判决的人 我是以人民的名义来审判你 来判决你 这就告诉我们说 虽然法官不是由选举选出来的 但是也不是由国会提名 国会通过之后任命的 但是法官的权利来自于人民的付托 这点是确定的 因为所有的权利都来自于国民主权 我认为当法官能够了解到这一点之后 他的心才能够保持谦卑的心 并且开放的胸襟 我相信每一个法官在审判系上 都希望能够把案件判好 不要冤枉人 把案件判对 但是裁判基本上是一种判断 加上决断的工作 在判断的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丰富的人事经验 丰富的社会经验 对这个事件要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相关的证据才能够做透彻的了解 在决断上面 该判多少刑度 该判赔多少钱 这些都是意志的决定 这部分也必须要对于人事间 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才能够拿捏得当 那么一个法官如果理解到 这个有多困难的话 那么我相信他会抱着谦卑的心 并且严格的去践行正当法律程序 因为唯有在正当法律程序里面 各种跟他不一样想法的意见跟观点 才能够进入到他决断的过程 这样才能够避免出现错误 以上 其实我的看法 当然也是跟两位一样 但是就说 在法官的养成教育上 他的文化素养 学术的素养 品格操守的素养 那个其实都要与日提升 才有办法免于沦为恐龙法官 我想这个可能我们还有待继续努力 然后我再下一个问题 是有关财产权的问题 那刚刚一位陈教授也说 您这边很重视这个财产权的问题 那因为桃园地方法院在103年 曾经为了四地重划的问题 那有一个当事人 当事人间请求撤销会员大会决议的事件 他那个主文后来是写说 本件在司法院大法官就本院申请平均地权条例第58条 第三项有没有抵触宪法 做成解释公布前停止诉讼程序 那当然这个大法官解释 有好几号解释都跟这有关系 那他们说这号解释呢 这个条文有抵触宪法第7条 第10条 第15条 第23条的一意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土地法在34条之一 采共友人多数觉得立法力 也解决很多共有土地难以利用的问题 这不错 土地法很好 但是土地重划 常常因为少数地主的反对 造成这个都市发展的迟缓 请教我们两位被提名人 平均地权条例第58条 这个三项 这个重划会 这个办理四地重划时 应该由重划区内 私有土地所有权人半数以上 其所有土地面积超过 这个重划区 私有土地总面积半数以上的同意 并经主管机关核准后实施 这也是比照土地法的精神 那是不是有违反这个居住正义 那请教 先请教我们陈教授 对于谢谢委员这个问题 这是目前实务上很重要的问题 包括四地重划 包括区段征收 我们都在剥夺私有财产权 剥夺私有财产权来自于国家 也可能来自于第三人 那么怎么样保障人民的财产权 在这整个剥夺人民财产权的 程序要件跟实体要件上 让它更加强化 这还是牵涉到当基本权 也就是人民的财产权被侵害的时候 我们对它使用的侵害手段 也就是比例原则的操作的问题 我们的侵害手段 是不是跟这个所要追求的目的是必要相当 这样子的一个拿捏的问题 那目前刚刚委员提到的这个 人数还有面积方面的限制 是不是太过于宽松 是不是有应该在检讨的地方 这是目前实际上经常发生 我想是有在检讨的余地 那我想后面一点时间 我想还是问我们刘律师 因为您已经提出大法官解释 有十个案子以上了 所以我想这真的不简单 这个操作上您就非常游刃有余了 那针对这个法案 您大概也会将来也会有这样的看法 因为这个问题会层出不穷 您要不要简单说一下 报告委员 因为我过去承办的案件没有涉及到涉地重化 因此对于这个领域的规定 我没有深入的理解 因此我目前没有定见 我很乐意将来如果有在类似的案件里面 能够有不同的观点来说服我 但是我目前能够跟委员报告的 只是说从宪法审查的角度来看的话 大概会涉及到宪法上的原理原则 除了财产权的保障之外 另外我们也必须要特别注意到 就是说势力重化 涉及到了财产权的剥夺或者是限制 这个部分当然要践行正当法律程序 过去大法官解释 就这个部分已经讲正当行政程序 但是我想重点是差不多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这个以外 好 谢谢汤委员 接下来请王委员婉裕询问 有请两位贝提名人 请两位贝提名人 首先我要先说明 时代力量对于这次在执政党的主导之下 在这么极短的时间内 就要来行使大法官同意权的审查和表决 我们要表达强烈的不满 同时时代力量党团为了针对这次各项议题 宪政议题 能够了解两位是否适任我们提出了实题的问卷 邀请这四位贝提名人能够做答复 届时我们是希望能够更加了解各个贝提名人 是否适合担任大法官的职务 但是我必须要说相当的遗憾 经过我们多次向总统府询问 得到的仍然是贝提名人不会回复问卷的答案 那在今天的口头报告里面 也只有最空泛的回答 我想两位非常清楚 大法官享有我们的宪法权限 这是攸关全台湾人民的人权保障 以及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维护 立法院的职责绝对是应该要来进行最严格 而且具体的审查 为的就是确保权力不要交付到错误的人的手上 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被提名人不愿回复问卷 又或者是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判断 提名人是否适任 我认为是非常的遗憾 而且非常的不应该 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利用今天短短的时间 能够透过各项宪政的议题来进行问答 来检视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将大法官的权力 托付给两位被提名人 也希望两位能够很正面 然后很明确的回答接下来的问题 那首先我想请教两位的是 今天早上媒体有揭露 惩戒法院前院长李博道 招指控今年三月起 涉及多次对下属的性骚扰的案件 而当下鼓起勇气向司法院秘书长申诉之后 却没有进入性评调查的程序 反而让李博道在今年五月就提早办理退休 从这个新闻当中我们看到 目前司法院表示要即将来启动性评调查 如果属实将依法惩处绝不宽待 想请教两位 对于目前司法院体系里面所属的法院 发生了性骚扰me too的事件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认为目前司法院的处置上 疑似有隐匿案情 会及时启动调查的相关程序 认为是否妥当 同时也想请教 如果最终的调查属实 但是加害人却已经安排了提早退休 你们认为应该如何做补救以及检讨 是不是请陈教授先回答 是否隐秘 事实情况如何 我不清楚 假如有 假如有 我想还是依法 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处理 就怎么样处理 至于加害人的追究 他可能要依性骚的情况 有可能有刑事责任 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民事责任 甚至只是违反性贫法上的一些惩罚 制裁效果而已 所以必须要分别去判断 什么样性质的责任 我们才能进一步去判断如何去追究加害人 以上简短说明 谢谢 谢谢陈教授 谢谢 来请邮律师 是谢谢 同样的我也是对这个案情不清楚 那那个新闻我也是到中午才看到 因此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之下 我很难就这个个案进行评论 而且因为大法官执事的是解释宪法 那这个案件目前不在大法官系组中 但是将来有可能会变成违线审查的标的 因此我也不适合就这个个案来加以评论 但是我相信如果说有案件事实的话 那么司法院应该有这个职权跟这个义务 就这个案件做清楚的调查 我们光是从新闻上看到说 当时案件其实并没有进入性贫程序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不妥事的做法 同时我们的确宪法保障的人权里面 性别平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也希望两位能够在这部分多多着力 然后希望能够去捍卫我们国民的人权的价值 那另外想请教两位被提名人的问题是 关于济世工业的条例 实屋上是否可以依照规约 就来排除女性子孙的派下权 这个在2015年的时候 司法院四字的728号认为 基于司法自治以及法治序的安定 原则上予以尊重 可是在今年1月的宪法法庭 112年的宪判自第1号的判决当中 虽然有部分的大法官认为 应该要一并来变更 四字七二八号的见解 落实性别平等 但最终仍然并没有来变更 四字七二八号的解释 所以我想请教两位提名人 对于这个见解的看法如何 我刚刚提到性别平等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人权 那也想请教 你们认为现在目前这个见解 没有做变动的情况 是否符合我国宪法第七条所保障的人民平等权的意志 以及你们认为国家是不是应该要基于基本权的第三人的效力 对司法自治做出一个规范又或者是限制 好 谢谢 一百一十二年度宪判之第一号判决 已经往前推进了一小步 现在目前剩下的是纪事工业条例 第四条第一项 有关规约这个部分 确实我们还没有一个大法官做出解释 将来这个问题有可能是限 我必须尊重未来可能的审理程序 还有我的同事 我不以明确地表示我的见解 但是尊重委员你提出来的问题 我认为在司法自治 在契约自由 还有性别平等之间 我偏重性别平等这个价值 所以未来如果这个会成为视线的标的 我会朝这个方向思考 但是也必须跟委员报告 以目前的纪事工业条例的规定 看不出是有性别差别待遇的 因为他只是派下权之取得 所以从文字上来看并没有做性别的差别待遇 问题出在我们的实践上 社会上大部分的规约 这些都是限制只有男性子孙才能取得派下权 女性子孙不能取得 所以在实践上确实造成了一个性别方面的差别待遇 从条文的规定本身似乎要怎么解释都可以 并没有明显的做出差别待遇 所以未来我想也许我们努力朝向彻底的性别平等这个方向 我觉得纪事工业派下权的取得 重点还是在有无纪事 有无纪事主线这个事实 不在于性别的差异 社会在变迁 价值也在演变 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新去反省 几十年来有关纪事工业派下权取得 这一方面的规定跟实务上的做法 以上简要跟委员说明 谢谢陈教授 接下来请邮律师 是简单跟委员报告 我读112年宪判是第一号判决的理解 第一点 既是工业条例第四条第一项后段 跟它同条的第二项 之前在4-728号解释里面已经提到过了 但是它不在那个解释的课题范围之内 因此该号解释在理由书的末段 认定了这两项规定 构成了以性别分类作为差别待遇 已经有点警告的味道了 后来到了112年宪判至第一号判决 他就进一步直接认定这两项规定 因为没有涵盖第二项规定以外的设立人 其余的女婿子孙的部分 违反了平等原则 所以设立人的女婿子孙 根据这号判决都可以请求既是工业列为派下员 所以就平等原则的落实来讲的话 这一号判决有它正面的意义 那至于委员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说 那规约怎么办呢 那我想规约基本上是人民之间的司法行为 但是因为既是工业条例 这个是行政法规 那这个既是工业条例 它作为行政法有管理规约的效力 因此当规约日后产生法律争议的时候 必须要依照既是工业条例的规定来做解释 那么这个时候相关的规定 是不是有可能因为既是工业条例的规定 必须要做核线的解释 根据这个1.12年宪判制第一号判决 来做核约宪法的解释 因此就会被认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而无效 这个有待将来实物上的判决去发展 那因为这类的案件都有可能将来进入到违线审查 因此我不在这个地方给出结论 谢谢 好谢谢两位的回答 刚才其实针对国家是否应该依据基本权的第三人 效力来对司法来自制做出一些规范或限制 两位其实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方向 但是至少两位肯定的提出来说 性别平等的部分是应该是必须要来做推动的 的确我们看到性别权利的不对等的 这个社会的背景结构下 法律对于性别中立就会容许 即使工业用这个规约来排除女性的派下权 这是我们很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来重视 并且一起来推动的 因为宪法的保障应该是要实质的平等 而我们也应该要积极的来采取措施来介入 希望能够米平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 我想这绝对是你们两位身为大法官被提名人 应该要表达清楚的方向的基本人权 那接下来还想请教的是 关于我们看到 现在在这个言论自由的保障和实践之下 随着着眼在县市政府干预 但言论自由在当代社会所面临到的新挑战 其实是必须要来做一个横评或是了解的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看到这个网络的社群平台 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沟通中介之一 因此可以说是社群平台的内容如何被管理 实际上的界定了 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的程度和范围 而目前我国虽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的框架 来针对网络平台的内容管理政策的进行来做一个规范 但是当其内容管理政策由平台自己业者定定的情况之下 限制了平台使用者的言论自由的时候 多数只能当成私人间的契约关系来做处理 而使用者大多数其实在于 像是一个小虾米对抗一个大金领的情况之下 他是没有办法来好好做下来谈判的 所以几乎等同于平台业者就说了算 所以想请教两位被提名人 是不是能够简单来阐述 从宪法的角度来看 你们认为在网络平台上的言论自由的保障 国家的角色应该是站在什么样的角色来做处理 以及站在什么样的角色来保障我们的言论自由 还有国家应该要容许平台业者基于利益 又或者是权力的衡量之下 自行决定是否又或者是以及来保障言论自由吗 又或者是国家应该要介入这些网络平台的政策的行程或执行 如果国家应该要介入又应该给予什么样程度的保障 是不是能够就这几个方向来做回答 那是不是先请邮律师这边做回应 谢谢委员提问 这是一个很心心的很重要的问题 言论自由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础 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民主 言论自由具有非常多的多重的价值 大把关在之前的解释已经做过很多次的说明 因此言论自由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里面如何的开展 优关自由民主宪政资讯能不能够稳健发展 就此来讲的话 政府有高度的义务 必须要建构一个能够让言论自由充分开展的制度环境 这个是所谓的基本权的制度保障功能的意义所在 那就此来讲的话 由于现在的网络已经变成了公民发表他的言论非常重要的平台 因此政府基于对于公民的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性保障的义务 我想政府有义务应该在这个部分这个层面介入 而不是单纯的任由私人发展 那至于介入的程度如何 乃至于说在这个层面上面所涉及到的基本权之间的冲突 那么这个要如何的处理 我想都必须要在一个健全的民主程序里面 经由多元观点的冲击 能够形成比较稳健而可行的政策 那这个部分就不是违宪审查所应该在这个地方表示意见的 所以我就表示意见到这里 谢谢 言论自由是一个价值 民意权或隐私权的保护又是另外一个价值 两者之间的冲突 一直是长年来法律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过去我们过度重视刑事毁谤罪 以刑法手段来限制言论自由 必须要非常的谨慎小心 我们忽略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的法律效果是回复原状 是金钱赔偿 我向来一直说最高法院一直强调 言论自由相较于民意权有更高的价值位阶 我向来质疑 我向来质疑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已经演变到 必须要更重视个人的民意权 隐私权的保护 在我个人的很多著作里面 我也一再强调 这是一个两种基本权的调和 它反映在民事责任领域里面 就是言论有没有不法 我们试着透过这个来界定人跟人之间 应该有的行为界限 言论应该遵守的界限 简单的说 我一直想传达一个观念给法律人 讲话要带着神的恩典 或者是妈祖的慈悲 尽量充分尊重别人的民意权 隐私权 这是我认为我们不是只有法律人 我们的人民 大家可以共同来努力的一个方向 谢谢 我想这个倡议我宣导 每个人都应该要善尽言论自由 来不影响他人的权利 基本权之下是必须要大家都来努力的 但是我认为大法官应该 谢谢王委员 接下来请代委员相遇询问 谢谢主席 我请两位被提名人 两位被提名人请 两位好 两位被提名人 一位是律师 一位是学者 在法学素养上 我相信大家都被以肯定 但是我想过去的职责身份 律师是一个辩方 所以他采取的攻击性 跟法律的见解性 一定是挑战相当在法律上面的模糊地带 或者是我们要检审辩之间的工坊 多所磨练 教授的部分当然是在法典上面的专精 或者是专研这个相当的一个法治区里面 有不同的这个专业性 那我想先就叫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邮律师 在过去的这个18年前的案子里面 被当作一个 人身上面必须要捍卫的一个议题 就是是否有教授证人这样的一个事端来看 那先请教我们这个陈教授 现在有关于我们律师 能够这个跟证人之间接触的这个法 在目前的法治上 是不是确有疏漏不足的地方 我们规范不是很明确 但是在律师伦理规范 在法律规定有 我们有规定 但是在律师接触证人的具体的这个细节 或是分寸拿捏上面 我觉得可以再更明确规范一点 以现有的律师接触证人部分 似乎只有一个规范性的这个条例 那这个规范里面 过去讲一些国家都会有 对于证人测试 证人指导 或者是交缩委证的不同层次 都其实可以立法来做定义 也可以做一定的这个秩序的调配 但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法治这一块还是比较 没有建制完成 那大家还知道我们在国民法官 法实行细则 在预告版的时候 原来有写入141条跟153条的证人测试的部分 但是在国会这边审议以及预告版出来之后呢 似乎律师的团体也没有那么支持 所以我也要请教一下这个游律师 这部分当时律师界 对这样的写入部分 为什么会表示反对 谢谢委员提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分两个层次来回答 第一个层次刚才问到的那个规范不足的部分 这个部分必须要向委员报告 其实在我的案子 在民国94年当时就已经有明确的 律师律底规范作为基础 但是之后就更清楚了 因为律师法 这是法律的位阶 更是直接明文规定 律师基于他的职责 必须要访谈证人 他有这个权利访谈证人 有访谈证人的权利 对 但是接触的过程的规范 那至于接触过程 是 至于接触过程的规范呢 在律师伦理规范上面 从以前的单纯只有16条 目前规定的更清楚 总共有两条 16跟17 而且条文的规范密度 远比以前高很多 那已经很明确的规范到 在接触证人的时候 可以做的事情 跟不可以做的事情 那至于国民法官法的部分 这是第二个层次 要跟委员报告的 当初这个施行细则 定出来的时候 草案公告期间 我们律师界看到了 那我本身是最早 关注到这件事情的人 如果要用施行细则 来规范证人的访谈过程里面 必须要注意到的事项 我个人不反对 但是因为这个草案的内容 当初在制定的时候 并没有深寻律师界的意见 没有充分的咨询 因此律师公会这边 完全不知道有这个事情 那看到这个内容以后呢 深深的感觉到 这个内容有非常多 自爱难行之处 施行下去的结果 反而可能会让律师 不敢去访谈证人 比方说第一 他要求律师 在访谈证人的过程里面 必须要全程的录音录影 录音或者是录影 第二必须要做成 类似像笔录一样的记录 交给证人签名 第三 这个录音录影 或者是那个证人的 这个签名的记录 必须要送给法院跟检察官 所以您认为这些规范 包括过程中录音录影要求 以及这个证人拒绝等等 这个事情是 在过去你们的辩方里面 是作为工房之用 而不是作为笔录给检方之用 是这个界线上面的一个疑虑吗 是委员您说到了一半 最重要的问题 当然是我们做的没有证据能力 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律师虽然有真实义务 但是这个真实义务 是消极的真实义务 所以我们不可能代替检察官 或者是像代替法院来讯问 那我提出这个是 我看到您的今天书面资料 有两页半左右 在讲当年18年前 你距离力争对于这个康省判长 施压这件事情的重新回溯 那我不希望我们停留在一个情绪 或者是只是记忆过去 各有这个疏漏 或者是各有这样的一个污点 那我希望往前看的是 如果在现在国民法官法要上路 今年也开始实施 目前也有五个案子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如果当时对于这个证人的部分 有列法条而您有出来说这个 认为不妥甚至是反对 我也认为要有必要说清楚 这个是作为在审议各位进到更大的位置 就是大法官的时候 民间也不希望说你们过去 在很多人权也好 很多的这个弱势也好 做着努力又被一杆这个打尽 没有就是说合理公平的对待 你们过去的职务 那未来进到新的职务里面 我想挑战之严峻 不管刚刚讲的财产法 各种过去的这个成恶问题 在宪法上或者是法律上 需要大家你们的努力 那我想问一个最新的 就是现在我们的选霸法 26条一直谈到参政权保障 有没有在这个失去比例原则 失去一些在违罪或者是像洗房法呢 救终生不得参选 这部分是不是在未来 有这个视线的时候 你们两位现在的看法主张是如何 先请陈教授 这个也是极可能成为视线的一个案子 所以具体明确的答案容我 与主观上认为 对对我为了对委员尽责任 我必须把我的思考方向跟委员报告 目前刚修正通过的选霸法 我想我会思考 它限定的犯罪类型种类 再来每一种犯罪有它情节轻重之分 那就我了解好像有罪判决确定 就会被剥夺参政权 但是有没有不分情节轻重 这个也是未来限制参政权 合不合乎比例原则必须要考虑 所以情节轻重是你讲的比例原则 要去深究的地方 是我认为应该要考量 情节轻重包括罪责 以及相当的这个刑期等等也都可以 不是有罪就认为终身不得参选的概念 我必须对要先了解选霸法的规范意识 以现在来讲大家诟病的 就是像洗房法这个部分 跟如果其他的刑法的黑金枪毒并列的话 看似乎洗房是轻的 但是很多民间也认为洗房很重 洗钱的问题包括过去很多的这种金融的问题 也许都不是我们概念上认为 这两个不能等量器官 可是这次在修法里面就发生了一个 我们的陈水扁前总统的儿子 陈志忠先生 因为洗房的这个路肩当中现在 而他就被判终身不能参选 但是我们国会有一位委员呢 他的罪责比较重 他还是可以继续当选 然后继续参选 这个是现在大家在比较上 我不沦为政党来看的话 在法治序上面本来就值得被讨论 所以很有可能这会是送进去 你们上任之后 第一件要去面对的案子 所以我刚听到我们陈教授一件 那由律师这边的意见 是报告委员 对于这个事情 我研究以后 目前没有定见 所以我只能够跟委员说明说 我目前所知道 所了解到的 如果将来送到我面前来审查 我可能会秉持的 宪法上审查的原则 大概如下 第一点 这是涉及到人民的参政权 参政权是人民基于主动的地位 来参与国家政治意志的行程 这个是国民主权实现最为直接重要的途径 也攸关了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稳健开展 因此非常的重要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对于参政权的限制 依照过去的大法官解释来讲的话 必须要基于维护非常重要的公益的理由 那才能够做这个限制 而且这个限制必须要跟他达到的公益目的之间 有实质的关联 而且这个限制也不能够预约必要的程度 必须要依照比例原则来进行限制 所以您是说到时候依你的审查原则几个指标来 就这个本案如果真的在实现的时候 你才能够做出是否有违宪的决定 我希望能够在审查这个案件的时候 看到或者是听到各种不同的多元观点 我想这个有社会的民情 也当然有这个赖副总统已经宣誓 所以国会多数党就是我们的民进党 他们在立院通过的法案 大家说他们没有过不了的法 那也没有不能过的法 那我想旧教就是说 这个当然已经成案 然后必须可能会有事件的问题 那就请大家来努力 在这个刚刚讲的几个原则里面去横着 那我们来看过去的案子 大家还记得在109年 我们在这个立院审议这个第六届的监察院 这个人事同意权案的时候 发生一个也是非常奇特的过程 就是我们没有审议的情况之下 就投票通过这个第六届监察院的院长 还有副院长以及相当的这个委员 那我当时呢就跟立院的41位同仁 签署了一个事件的这个申请 就是到底我们在立院的之前行使法里面 有要求我们要对于这个人事权 就像今天这样进行实质审议 那审议当然有审跟议 那当然也有投票过程等等 但是呢在这个我们送进去 这个大法官这边的这个程序之后呢 当然他是用不受礼来做回绝 那不受礼呢 他的理由其实我认为过于牵强了 他认为说这个立院的议事程序 今天我们大院的主席院长也在 他说这个属于国会自治的权利 那因此呢他认为议决的这个 类似这个内部的这个叫做 议事程序的一个规范 不涉及到法治序上面的一个处理 也没有认定议决本身的内涵 是不是有完成完备 所以他就不受礼我的这样的一个 事件申请 但是你们还记得 在这个民国94年左右 当时我们也有一个有关于监察院 人事权通过的一个宪法解释 那当时呢大概就是说 草小野大情况之下 那这个执政党当时是民进党 在野党是国民党 那国民党的委员多数呢 透过在立院的程序委员会当中 就做成不把这样的一个监察院的人事权呢 排入议程 那也因为这样子三番两制 没有排入议程 所以呢当时的赖副总统 也是签署了非常多委员之后呢 也送了一个这个视线案 到这个 我们的大法官的会议当中 那这个是视制第632号的解释 不晓得两位对这个632号解释函 有没有过这个研议 有没有了解这个内容 请问刘律师 抱歉委员 我来之前的准备 并没有准备到这一号解释 但是我只能够跟委员报告说 大法官在过去的数号解释 里面不止632啦 之前好像还有242也是这样子 一向就是认为说国会自治 这个是基于权力分立原则底下 现在司法权必须要高度尊重的 这个基本原则 他当时是96年8月15号 4至632号 那基本上他当然知道 这个国会多数 透过这个多数暴力呢 用不能排入议程的方式 阻挡了这个监察委员的 送审跟审议程序 所以基本上他当然认为 当时这个多数的这个做法是 这个不对的 那但是现在呢 多数是民进党 然后多数在这个 第六届的这个监察委员的同意函里面呢 反而他不受理 那我认为不受理 当然有两位大法官做了副理由书 副理由书来支持我们 要宪法应该是要能够保障少数 特别是国会少数 那过去大家都知道 少数会动用的可能是这个杯葛 可能是透过这个议事攻防 来取得我们的发言 那现在如果说以这两号解释 我个人的看法是 这个第六届的监察委员 他没有通过实质的像这样的审议 就变成投票通过之后 这样的一个人事的这个任命 本来就不符合法律上宪法 授予我们的这个权利 也不符合宪法上面的规范 更在立院职权行使本身 是没有完备的 所以如果未来还有机会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重新来 就这样的一个审议程序 完备国会审查人事同意权 也等于是帮总统 他在任命这样重要的这个职务的时候呢 代替民意来做一定的监督 所以我想这个是跟两位做的一些沟通 跟这个交换我们在宪法上面的认定 那我希望两位作为我们宪法守护者的职责 不管未来的政党是如何的这个轮替 都能够站上以正义跟弱势的优先 来看看我们国家的法治不足的地方 以上 好 谢谢赖委员 接下来请红委员孟凯询问 主席谢谢 主席谢谢 麻烦请游提名人 陈提名人 请游提名人 好 两位提名人我想请教 2015年的时候 有法界认为马英九总统当时把15位大法官全部都提名的时候 有用毁线乱线这样的一个字眼来去形容马英九前总统 那现在时空背景到了2023年 蔡英文总统把他任内15位大法官也一样提好提满 明明总统任期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又直接提名四位即将在九月接任的一个大法官 我想请教两位被提名人你们认为是不是会有宪政失衡的问题 来游提名人 游被提名人 这个是 我想这个问题我比较不适合回答的原因是因为您问的问题是不是 宪政失衡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站在这个地方 以大法官被提名人的身份来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您不觉得有任何不适合的地方 报告委员 一位总统他在任内把15位大法官全部提名完 没有符合宪法的任期交错制度的精神 您认为没有任何不适合的地方 报告委员 因为依照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 任何与自己的利益有关的问题 当事人都不应该站在这个立场上面去回答 好来陈辈提名人 我个人认为以2023年的总统提名大法官 这一次的来说 总统在行使他的权力 总统也是在履行宪法赋予他的义务 所以您不认为您认为2015年当时法界骂马总统 马前总统毁宪乱宪这是不合理的 我认为马总统如果当时也是依照宪法来提名 我认为没有问题 OK好 那但是现在外界 我想两位被提名人应该也可以看到外界有一些声音 会认为是说 如果15位大法官全部在同一位总统的任期里面提名的话 可能就会有失衡的一个状况 那我想请教两位被提名人 愿不愿意因为现在看社会的氛围 以及这个我们造成这个对立的状况 有没有考虑过 我干脆放弃提名 等待下一任总统上任之后 他再重新提名 那我想以两位的法决素仰错是背景来讲 只要是试任的话 下一任总统也是会优先考虑 两位被提名人怎么看 放弃提名 放弃被提名的资格 等待下一任总统 来 那个前提是目前的宪法的规定可以导出交错任期制 这样子 刚刚委员您说的宪法精神 我不认为有 我不认 我认为依宪法征修条文的规定 那我们现在可以啊 如果说你愿意或是希望能够让他变成是任期交错的话 你当然可以先放弃 等待下一任总统 只剩七个月的时间就有新名义的产生嘛 那有可能是赖金德 有可能是侯友宜 有可能是柯文哲 现在三位主要总统选 有没有第四位不知道 但我的意思是说 有没有 如果说愿意的话 您可以放弃提名啊 还是认为说 可能对于民进党居住职比较没有信心 谢谢委员 今天我做的任何决定 不是我个人去了的问题 而是会是宪政惯例 那如果我以这个方式来放弃提名 反而会不会造成宪政机关运作上的问题 这是我考虑的问题 来游备提名人 所以您陈备提名人不愿意放弃 那游备提名人 报告委员 总统是依据宪法征修条文的规定 来行使这一次的提名 这是总统基于他的宪法义务 所以所做的这个决定 那大院也是依照宪法征修条文的规定 来进行这一次的审查 因此我们必须要尊重 总统以及大院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职权 以及大院以及总统对于宪法的忠诚 因此正如刚才陈教授所讲 这不是我们个人去留的问题 而是整个宪政体制的问题 所以您也不愿意放弃就对了 我想还是请大院来审查 好了解 来那这样子 现在刚刚我们优委员有请教过 就是这一次立法院五月的时候 通过公职人员选拔法修正 并且把缓刑或是重刑 没有定验洗钱等 又等状况都列为说不得参选 那刚刚我听到两位被提名的讲法 可能会认为是说有比例原则的问题 有可能违宪 所以说是不是重点还是在于是比例原则 来游被提名了 刚才在回答王委员的时候 我已经做了清楚的说明 那我看到您准备的资料蛮详细的 但我只是想请教的是说 是不是比例原则上面 就是在这一次 所以有可能未来如果有任何申请视线的时候 您这边会认为是比例原则是重点 报告委员 我想审查的基准 或者是审查的角度 不会只有一个 所以呢 在这个 我现在审查的过程里面 我还是希望能够有各种不一样的观点 多元的意见 能够来对这个事情做充分的论辩跟说明 那到底是宪法保障人民的参政权比较重要 还是说这一次修正的这一些相关的黑条款比较重要 在您心目中有认定 报告委员 我刚才也已经说明了 我目前没有定见 好 来陈辈提名人 我认为两个都很重要 所以就是因为 没有赎金赎纵 所以宪法的位阶跟一般法律位阶也是一样 那个参政权的保障 这个是当然要保障 可是他跟我们为了 有选拔法的修正 是为了让政治环境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考量底下 他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利益 这个也是宪法所保障 但是就会有比例原则问题 这不也是您刚回答的吗 就说因为要让因为排黑条款 所以造成有很多可能会违反比例原则 而导致于剥夺人民的参政权 好 那我再请教 有人就讲说 这一次的修法如此的仓促 尤其是我们国会多数的民进党团 他们府院党之力全部都火速通过 就是想要洗刷2022年笼罩的黑金 宜云 甚至因为这是现在副总统兼党主席的赖清德 他直接指导下令 也造成说这一次的这个排黑条款顺利的删读通过 那我再请教 会不会有 譬如说副总统或是总统 之前兼任党主席 会有宪政的体制危机 或者说觉得不妥 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的运作 陈辈提名呢 您怎么看 我不知道哪里有何不妥 您不认为有不妥 对 就是副总统兼任党主席 您不认为有不妥 我这个 我要请委员多指教 我不知道 有没有违反哪一个宪法原则 或是哪一个法律规定 了解 那游被提名人你认为呢 大法官到目前为止 他所做出来的解释跟判决 特别是在关于转型正义那一号判决里面 那一号解释 以及后面的判决里头 都有特别讲到 党国体制 基本上是宪法所不容许的 因为它对于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因此会使得宪法对于公共权力行使的规范 顿逃到党纪里头 所以整个重点就在于说 这个政党 第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 第二就是 这个政党本身 它对于宪法到底有没有忠诚 这个是在大法官试制793号解释 还有之后的 我的问题比较简单 就是说 现在因为外界会认为 有些法界的人士也都认为说 这是一个政治的修法 而不是进步的修法 那也因此就会回归到是说 是当初副总统兼党主席的赖清德 他可能 因为他也是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 也因此他要挽救民进党的选情 以及九合一黑金笼罩盈云 所以说才主导这样的一个修法 那我自己想请教是说 就你的认为见解 以及现在未来 我们这三位主要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他现在是党主席 柯文哲也是党主席 而国民党内规也有党章规定 就说如果说是总统的话 也会兼任党主席 那这样的状况 将来2024年有可能 三位其中之一的总统 他就会是政党的主席 这样子会不会有不妥状况 抱歉因为您问的问题是妥不妥 而不是合不合现 您觉得试认吗 抱歉这也是妥不妥当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从违宪审查的角度来讲 这似乎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这不会没有办法回答 2013年我们看一下资料 2013年当马英 当中国国民党要来做这个 总统兼任党主席的时候 我们的尤伯祥执行委员怎么讲 他讲说如果总统是当然党主席 成为不受制衡的有任其中皇帝 人民除了用选票来让凯撒死 还有什么选择 我们再看下一个报道 尤伯祥说 如果总统兼任党主席的党章修正案通过 那宣告只要执政就是实行党国体制 不会再有民主原则及权力分立可言 国民党已经成为 危及中华民国自由民主宪政的政党 就是危险政党 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语调可以成立 这样的论点可以成立的话 是不是2016年之后 民进党是执政党 而民进党的党主席跟总统 都是蔡英文的时候 他一样是实行党国体制 不会再有民主原则 也不会再有权力分立 民进党已经成为 危及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宪政政党 所以委员您要询问的是 前面的关于 所以我只想要请教的是说 您的观念是不是还是一致 还是着视金飞 当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就不同状况 尤国强是不是同一个人 报告委员 我的见解没有改变 但是 所以您认为说 只要是总统兼任党主席 就是危及中华民国自由民主宪政的政党 这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因为总统兼任党主席 但是当时的国民党的党章 还是党纲 抱歉 就是 当时的情况是 有被提名的人 我想着视金飞 这已经是让大家看清楚了 接下来 我想再请教 现在我们台湾还有38名的死球 未执行枪主 那法务部说 因为死球都有申请视线 但是司法院说 因为法务部有定立执行死刑的规则 所以无法执行死刑 您认同法务部司法院 互推皮球的做法吗 我们先请犹备提名的人 您认为死刑应该保留还是废除 报告委员 在马英九总统任内 我们签署了两公约 那公正公约的第六号 还有第四十六号 所以您认为死刑应该保留还是废除 抱歉 请让我把它完整的说完 就是说 在这两号意见书里面 都已经要求缔约国 必须要朝向废除死刑的角度 废除死刑的道路上面前进 那么我们既然签署了两公约 让两公约成为国内法 有国内法的效力 那么国家就有义务遵照两公约的规定网 所以您认为死刑应该废除还是保留 我赞成在民意的基础上面 逐步朝向废死去前进 所以您认为民意的基础 现在有多几成的民众 赞成废除死刑 几成的民众支持死刑 朝向的委员 现在最近一次的民意调查 如果说你要讲民意基础的话 最近民意调查 八成的民众都认为应该要尽速执行死刑 所以您认为的民意基础在哪边 报告委员 我刚才这样子说的原因就是因为 公约的规定 公约的价值判断 就是希望能够废止死刑 但是公约同时也考虑到 公约什么时候签订的 公约什么时候签订的 抱歉这个年份我没有记 但是我记得我们很早就签了公约 只是一直没有完成内国法话 所以没有错 公约就是马总统 可是你刚刚讲的是 2013年的尤伯祥认为 马总统是一个毁宪乱纪 不受制衡的有任其皇帝 结果你现在把一个不受制衡的 有任其皇帝 任内所签的东西 变成是你现在的一个护身符 不觉得很讽刺吗 抱歉委员 我认为对的事情就应该要坚持 最后我想请教 有很多的这个委员都已经有提到 是说可能过去18年前 你有教唆证人做伪证的一个状况 那想请教 蔡英文总统在约巡来做这个提名的时候 有没有主动向蔡英文总统讲过这件事情 报告委员 这个事情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自认坦荡 我从来没有教唆过伪证 我当然不会就这个事情主动向审舰小组来说明 所以说明 在说明就是说 在整个审舰的过程里面 我没有跟总统见过面 总统也没有询问过我 所以你也没有主动的说明说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认为这个完全没有 教唆伪证的问题 因此完全不需要说明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好 最后 我想 国民法官法即将在今年上任 而之前您讲过说 国民法官法是 以陪审制 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是2015年的时候 你的一个言论 但到目前为止 我 好 谢谢红委员 接下来请林委员代话询问 有请两位被提名人 好 请两位被提名人 好 我们大法官啊 为什么冠着冠上一个大字 那其实就无非是他对于要区别 负责其他审判权限的法官 而大法官他是依宪法78条 负责解释宪法或统一解释法令等任务的法官 所以我们叫做宪法的首负责 本席开宗民意的针对宪法 你们是在执行宪法相关的解释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大法官到底有没有贴近真实的民意 回馈社会的需求 任何组织都是为了人民而存在 没有人民 没有政府 没有人民 没有大法官 所以大法官作为宪法的首负责 是不是他的核心价值 能够保障人权 而且能够贴近社会的民意 以及能够调和保障人权 跟主流民意的冲突 所以本席下面有两个提问 都是宪法高度的问题 也请两位被提门能够具体的回应 让社会大众来评价 两位是否能够试任 第一个提问题 我针对成被提名人 第二个提问题是针对有提名人 好 这个成提名人 宪法法庭实际上已经是否成为第四省了 好 就在今年的四月当中 有这样的报导宪法法庭 他做成了一个判决认定最高法院的 确定裁定是违宪的 也就是这个空解案的监护权 好 我不就个案内容去讨论 而是针对这个大法官 竟然受理了这个四省案 而且他是引用的法条 叫做宪法诉讼法第43条 那请陈北平能你回答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 大法官在本案当中变成第四省 在具体案件当中 对最高法院及实质审 实质审的法院呢 已经判定案件再为裁判 大法官也难成为宪政的怪兽了 所以真正的第四省不知道陈北平能你认同否 再问也要让陈北平能认知到 我们任何定验的案件 我们一定有一方会认为说 他的宪法所保障的权利遭受难以恢复的重大损害 这就是宪法诉讼法当中第三条 开宗民意所结诸的 所以败诉的一方 是不是可以依宪法诉讼法第43条 以后都可以进向大法官来提出视线呢 好 我来陈大陈北平能你回应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因为宪法诉讼新制实施以后 各界都有一个忧虑 宪法法庭会不会成为实质第四省 包括我在内 我目前也在密切观察中 因为宪法法庭的裁判到目前为止 不过就30件左右 您提到的这一件确实是 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不同意见书 协同意见书也很多 也不是一个高度共识的一个裁定 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都同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 我不就个案去审查 我不讲个案 而是你认为依照宪法 第13条 会不会就是让我的宪法法庭 就变成第四省 好 如果连你刚才的回应都说 这已经有多方的质疑了 我大宪法法庭 所以我刚才说 我本大法官跟法官的区别在哪里 可是现在很明显 我们把大法官做小了 你们就成为第四省 而且此力已开了 所有任何定验 第三省定验的人 我在于宪法所保障的权力或公益 已经遭受难以回复之重大损害 人民任何定验的败诉一方 他绝对一定有这样的认知 已经可以进向大法官来做 这个申诉了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推脱了 所以我不知道您个人怎么认定 你怎么来针对这样的第四省 宪法法庭是第四省这件事情 以为事实 你认为你要怎么的去 来做一些调整修正 在你进入到这个体系当中 如果你认为 我先问你再清楚问 大法官 宪法法庭是不是第四省 您先回答我 不是 好不是 可是现在实质的操作已是如此 那你怎么的在你的体制内当中 你进来未来通过之后体制内 你怎么的来发生 主动的来来来这个处理这件事情 整体来说不能说目前实质上操作已经是第四省 我想也许部分案件有争议 但是我不认为目前已经 宪法法庭成为实质的实质成为实质的第四省 三倍平民人 人民对于法院的终局判决有意义 依照现有的实务流程 应该提起民事刑事的大法庭来裁定表示意见 是有民事刑事大法庭的 把所有各个大法庭的法官全部找来 我们来大家开个会 已经有大法庭 现有的实务是有如此 但是我大法官的职权戏就适用之法律 有无违宪做审查 即经由宪法诉讼的判决提出意见 你们直接来受理个案 变成第四省本席以为不妥 因为大法官受理案件的标准系应已有无违宪为前提 所以本席的具体主张 宪法法庭不能成为具体个案的第四省 否则将违级司法金字塔的审级制度 也会混淆宪法法庭与普通法庭的职施 所以在这边我提出我的主张 也希望您进去之后在体制里面能够提出 这个真的叫改革 谢谢 好 那我们游备提名人 这个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 大法官受理案件的客观两尺及标准核在 好 现在大法官受理跟不受理的信有 依据有两个 第一个呢 你就是 依照司法院大法官第四省二条 第五四五号的解释呢 只要有法律明确性的要求 那不好意思 你一定得受理 好 第二个呢 宪法诉讼法第32条的第一项呢 申请不合法或显无理由者 当然你们就裁定不受理 好 我就举这个案例 本席曾旧农地上的工厂向大法官申请事件 当时本席期待的是 解决行政立法的纷争 行政机关以逾越立法院三途通过法律的公告 听清楚这个公告是违背 已经违预阅了法令 所以这个竟然 行政机关用这样已经逾越法律的公告 来执行 但是呢 你们就直接裁定为不受理 理由是说公告 非媒体的审查课题啦 好 那我要请邮提名人 请你回应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 裁定不受理的本身 能否在救济 第二个 大法官作为宪法的守护者 如果大法官做出错误的受理不受理 那谁来制衡大法官 不要忘了 宪法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 全力制衡 好 第三个 大法官不处理行政立法的冲突 放任行政权可用逾越法律的公告方式 来规避一切立法院对行政院的监督審查 也就是说你们大法 你们的宪法法庭 我们国家的大法官是包庇行政院的 而且是漠视民意的行政院以逾越立法的公告 之行政作为来碾压我的民冤 我不说民意哦 民冤哦 是民冤哦 以后行政机关因为此理一开 你们不真的 你们直接去做第四审 而不真的叫做自己大法官 针对行政立法的宪法干阁之处 你就逾越了 你们竟然让行政机关 来逾越法律的公告来执行 而非依法的执行 请邮婷明的你回应这三个问题 谢谢委员 这三个问题都非常的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不受理的决定 可不可以再救济 答案是不行的 因为正如同所有的终审法院的决定 都不能够再救济 是一样的道理 目前这块法院如果决定不受理一个案件 这个不受理的裁定也是不能够救济的 因此大法官的决定 决定不受理这个决定不能够再救济 这个在我们的法治上面并不是独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大法官的受理跟不受理这件事情 有没有错误可言 我认为说这个部分涉及到我们对于受理制度 也就是选案制度 大法官的选案制度的理解跟认知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注意到说 宪法诉讼法61条第一项 针对选案的标准 其实有规定一个标准 也就是说具有宪法重要性 或者是为了贯彻申请人基本权利所必要 也就是说大法官是根据 有没有宪法重要性这个标准来决定受理与否 那至于宪法重要性这个标准在哪里 最重要的参考标准 我想可以从四字七百四十八号解释的理由书可以看到 大法官在四字七十八号解释里面讲到说 事关人民重要权基本权的保障 领于宪法职责 就必须要就基本权保障跟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等基本权 你就把这句话先记下来 好你先记下来 好那我这边有一个见解 好你先把你那句话记下来 本席的视线案是跟三十四位跨党派的国会议员联署 我们都是代表 这个议题是跨党派的 好我们澄清了民冤 本席可以不 本席不能接受什么 大法官相怨的态度以不受理来拒绝表态 本席可以接受我视线的结果 不利于伸张民冤 而且呢这个是偏袒默示民意的行政权 我可以接受你们的视线结果 但我期待的大法官就能够 能够就行政权立法权 互动界限做出明确的规范解释 如此一来可建立我国宪政中行政立法的规范 这是本席最希望的期待 我们三十四位跨党派的国会员 难道不就是代表民意吗 我们每一个人的选票都是十几万票的一个民意基础 我们不够格去代表人民来申请民意 表示我的行政权已经逾越了立法权了 那大法官在哪里 好所以那你们在体制内你要怎么改 你现在进入到体制内了 如果假设你通过了你要怎么改呢 你怎么针对行政立法之间 针对行政立法之间 你怎么来做调和呢 是以后你的受理不受理 你还是没讲到标准啊 你的标准很抽象 你刚才讲的那句话 当民意 民怨 这个遭受获大的损害的时候 你那句话的意思是这样 我这三十四位的国会议员都是民选的 那这不够 这个还不能让你们去受理 你们可以去辩论 你们可以去申辩 甚至你们就是漠视民意的偏谈 偏谈立法权 偏谈行政权也没有问题 我们民意都在看 所以你要回答我 你们怎么针对这件事情 行政立法有干格之处的时候 即使你们讲的 回答我叫公告 可是这个公告是违背法律的公告 所以有提名的您回答一下 您进去之后怎么做改革呢 谢谢委员 因为您举的这个案件 我并不明了 我不主理个案 所以 我现在讲的是行政立法之间的干格 是 我想就行政跟立法之间的关系 我想最重要 当时权力分立底下 所衍生出来的法律保留原则 那在这个法律保留原则底下 我们想也很清楚 有所谓的层级化的法律保留原则 那这个层级化的法律保留原则 就决定了哪些事项 必须要由国会自行来决定自行来处理 哪些事项 国会可以授权行政机关来处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行政机关它也有依法行政之义务 因此行政机关它的行政命令 也必须要送国会这边来备查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国会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对于行政机关的监督权限 来落实这个依法行政原则 以及法律保留原则 所以如果说我碰到这样的案件 所以你认为行政干阁 也没什么宪法大法官可以处理的 反正你立法院 反正你觉得你的权力也够大 反正行政院要怎么样的公告 或者函事 反正你还是可以拉进来备查 即使一个公告一个函事 你都可以来拉进来备查 那是你立法委员的职责 所以你的行政院 反正你就依法行政 那我需要你大法官干嘛 我需要你大法官干什么 就是希望我讲得很清楚 我的期待 就是希望借着这个案例 你告诉我们 与时俱进 今天民意高章的台湾 大法官能够在行政权立法权 互动界限当中 有一个明确的规范解释 这是宪政耶 在当下时空的环境里面 具有宪法中约要性的议题 所以这个 两位被提名人 你们的回应 当然我也很无奈 本席是执政党 不过就两位 好的答讯来讲 我本个人本 我真的是有些遗憾 所以我也提出我的期待 好 这个本席期待的本国大法官 能够做一个贴近台湾社会民意的 宪法守护者 这个宪法守护者 人民所期待的就是 是体察社会变迁 保障人权 与民意所向 而不是躲在象牙塔或官网媒体 议论的发展 宪法基督 發展手段 美国各国 consumes 马克 Ult considering 亚人权 没有 不 saturation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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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这是当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没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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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 感谢观看 我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他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问 感谢观看 是有 感谢观看 所以 刚刚才 提到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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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是 我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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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适用这两个要件 那您评决受理或不受理的基准 又会是什么 那您对于从德国法出发理解 这两个要件有什么看法 那甚至这个规定在台湾 如何发展本土化的实践 好 以上 那我们就先请陈教授回答 谢谢 没有错 这两个要件都是不确定法律概念 未来我们需要透过类型化 慢慢形成宪法法庭的受理政策 不宜盲目的寄授德国的公式 或者是判断标准 还是要依我们宪法法庭 过去发展到现在 面对最高法院 面对立法 面对行政扮演的角色 依照我们的需要 谨慎的去发展这个受理政策 我这边完全赞同陈教授的见解 那我再做一下的补充 那陈如提指已经指出来的 这条规定是参考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93条 之一第二项的规定引进来的 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提出 我查找到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关于这个规定 如何去解释 所提出来的见解 基本上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 这个宪法宿院 有没有提出宪法上的重要问题 那什么是宪法上的重要问题 通常有几个角度可以来观察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问题是不是使得宪法法院 可以在特定的法律领域里头 明确地去解释基本权的内涵 并且为国家权力将来的行为 界定基本的模式 或者说该的这个问题 不能够从宪法文艺里面 直接得到答案 又或者宪法法院的先前裁判 没有处理过这个问题 又或者因为法律状态的变更 宪法法院有必要 重新再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或者是这个问题的处理 有超越原因案件的通案性的利益 那其实这些判准 也都很抽象 一定程度上面必须要视 当时的时空背景 当时的社会环境来决定 到底是不是具有宪法重要性 那就我个人的观察来讲 大法官在试制748号的解释理由书 里面关于受理的标准 我认为一定程度上面 也是以宪法上重要性的问题 作为它要不要受理的一个判断基准 他讲到说 有没有关系到人民重要的基本权保障 那么这个基本权的保障 必须要由宪法法院或者是宪法法庭 来加以澄清并且确立 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个及时性的问题要来要求 那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在111年的 宪法法院的宪法法院 这个判决的受理标准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我认为说两者的发展 其实都在处理这个选案的标准 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观察 谢谢 谢谢两位 那您刚刚提到这个另外一个判例 那我们就来跟您请教 跟两位请教另外一个 关于跟我们办公室一项关注的 这个对象有关 就是所谓的未成年子女的问题 在宪法法庭111年的宪判 自第8号判决当中强调 必须要尊重未成年子女的意愿 还有陈述意见的重要性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 常常法院在征询意见的时候 可能会让未成年子女 夹在父母的争执之间 那因此如何维护子女最佳的利益 相关的做法 其实一直有非常多的讨论 那请问两位 对于这件判决的理由 以及造成实物上的影响 两位有什么看法 那同时呢 对于征询所谓未成年子女的意见 的适当方法 又有什么看法 这题我们可以先请邮律师回答吗 谢谢 谢谢 111年宪判至第8号这个判决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决 那这个判决除了刚才在我们所讲到的 那个宪法重要性问题上面 有做一些厘清的标准之外 最重要他又特别讲到 就是说一个宪法 一个普通法院的裁判 一个下级法院的裁判 他的裁判的作成 不只是裁判本身 乃至于裁判所依循之程序 所生成之程序 本身都必须要遵守宪法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说裁判所作成所依循之宪法 所依循之程序 所由生之程序 在这个践刑的过程里面 有违反宪法之处 那么这个时候同样也有可能变成 裁判违宪審查的标的 112年宪法判之第8号判决 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标准 因此审查了细征的裁判 认为这个裁判本身 在做成的过程里面 它所建行的程序 没有依照儿童权力公约 以及其他的国际人权标准 最重要的两个要素 一个要素是 儿童本身的意愿 这是子女最佳利益里面 首先要考量的 另外一个就是继续性的因素 它也没有考量到 因此这个程序的践刑本身 严重的侵害到了 这位子女的利益 因此认为说 必须要重新再调查 把它发回去 那我认为这个在裁判 违宪審查这件事情上面 我想是具有很高度的重要意义的 好那另外一位谢谢 谢谢 那个我就简单的补充 灵活解读第8号判决的意识 贯彻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 要参佐的因素非常多 尊重未成年子女的意愿 或是听取他意见陈述 只是诸多参佐因素之一 有很多更灵活弹性的方法 可以来贯彻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 所以法院在实践上 也不适合呢 僵化的一概就是一定是尊重意愿 或者是要求未成年子女 一定要到庭来陈述 以上 以上关于您刚刚提到这个灵活的部分 我相信对于后续的很多相关的案件 应该会有很大的参考 重要因为对于很多未成年子女来说 确实他们在这个处境上是相对困难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问两位下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的社会救助法令相当严谨 有许多人他们可能有需要 但是却不符合救助的相关标准 虽然我们有社会救助法第五条第三项第九款 这个除外的规定 可是实务上我们还是可以看见 常常有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从原生家庭获得支持 可是也没有办法获得社会的救助 那么请问从宪法实务保障人民社会权的角度 两位认为国家对于弱势群体保障不足的立法部作为 宪法审查的标准跟范围又是什么 而台湾目前的社会救助制度 让需要的人没有办法获得救助 是不是已经侵害人民的生存权 那这个部分我想请陈教授先回答 谢谢 我想社会救助法五三九 这个例外 它的问题主要是来自于 我们中低收入户 它的认定标准原则上是以家庭 以家庭作为一个认定的标准 那当然就会发生到脱离家庭 可是个人生活限于困难的情况下 那是不是符合社会救助法的补助的标准的问题 那行政法它必须要依法行政 但是宪法刚好是给这个所谓规范漏洞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规范依据 我想社会救助的目的就是为人而存在 为保障人民的生存权而存在 所以在这一种不该当例外 但是已经个人有生活困难 特殊灾难的情况底下 我认为应该还是要透过法律的解释 适用或是漏洞填补的方式 来对它做社会的救助 以上谢谢 谢谢那请刘律师谢谢 好在目前的这个时空环境里面 我认为社会救助法是依据宪法第155条 还有征修条文第10条第8项的宪法委托所制定的 而这个宪法委托的制定 根据这个宪法委托所制定的法律 跟我们的宪法第15条 所保障的生存权还有生命权密切相关 所以这些条文必须综合在一起 依照保障生存权的意志来解释适用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社会救助法第5条第3项第9款的规定 也必须要依照生存权保障的意志来进行解释跟适用 那么什么叫生存权保障的意志呢 生存权所要保障的依照目前我们的理解来看的话 最主要是要维持人民合乎人性尊严的最低生存水准 这是一个最低的minimum的标准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固然对于社会权或者是社会国原则的实现 立法者有第一顺位的义务 但是如果说在一个个案里面 个人没办法维持合乎人性尊严的 最低生存水准的时候 那么它的生存权处于受到危害的状态 那么它可以基于国家对于生存权的保护义务 来请求国家做足以维护 合乎人性尊严的最低生存水准的寄付 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同样的539条款 社会救助法上的539条款 对于539条款的解释 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待 并且去做合乎宪法的解释跟要求 谢谢 好那最后一题我们时间有限 那刚刚谢谢两位的回答 在会台自第13188号不受理决议中呢 詹森林等四名大法官不同意见书指出 有一些案件 他的不受理是因为大法官刻意选案 或者是认为案件不值得视线 而不是因为申请人没有客观具体的指出 法律如何违宪 那遇到这样的情形 如果不公布申请书 社会就没有办法知道 申请人是不是有道理 那难免会让人觉得申请人 有点背黑锅的感觉 所以想要请问两位 认为宪法法庭不受理案件的申请书 是不是应该要以适当的方法公开 让人民可以了解申请的理由 不受理的理由 或者是如果要把申请书公开 您认为是否一定要修正 宪法诉讼法才能做到 或者是现行法没有禁止这样做 可以直接进行 那这题我们请由律师先回答 谢谢 报告委员 第一点 作为过去经常申请事件的律师 我也有一些案件曾经被不受理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是赞成不受理的案件 应该要 他的申请书应该要公开 那至于说这个公开 是不是必须要修正宪法诉讼法 很抱歉 因为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不敢给您定件 谢谢 好谢谢 那请另外一位谢谢 在不涉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的 名誉隐私或资讯自主权的前提下 我完全赞同 尽可能公开不受理的申请书 谢谢 好谢谢 那谢谢两位的回答 那因为时间的限制 来不及答复的问题 就请被提名人书面答复本席 那以上谢谢主席 也谢谢两位 谢谢 好谢谢 陈委员 接下来请 游委员预览询问 谢谢院长 请陈中武教授 游博祥律师 两位被提名人 两位被提名人请 两位好 我等一下或许没有完全称呼被提名人 就是可能叫陈教授跟游律师 好不好 两位 有一些问题想要救教各位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或许没有时间让你们做冗长的一个陈述 因为我过去在国外读书的时候 尤其在美国 看过他们大法官 或是很多的 包括很重要的一些政治人物的选举的时候 会被问一些问题 是要了解他们的态度而已 就判断他们的价值 或许每一个人因为都有不同的背景 有不同的价值 所以本期当然第一个就是要先追问的 就是死刑 是不是核线的问题 上午我其实已经问过了 另外两位被提名人 他们也听取了他们的看法 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所有的民调里面 大概有86%到88%的民众是支持死刑的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有38名死刑犯 都还没有执行死刑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在申请这个宪法裁判 或是再审 那之所以 之所以到现在 一个也没办法执行的原因 都在这个细审之中 所以感觉上现在民众就会在 complain说 是15个大法官 你们就是少数的司法精英 要凌驾 约87%的民意吗 这是落实人权保障吗 还是真正有在保护被害人的公理正义 当然我刚刚也听到 也听到这个 邮律师您有特别提到公正公约 是我们在2009年开始 大概就是朝着要废除死刑的路上去走 但是公正公约并没有废除死刑的 并没有废除死刑的 并没有废除死刑 我相信您也了解 因为公正公约第六条上面讲的是 如果你是犯的是情节最重大的犯罪 而且你还要经过一个 这个合适的一个终审的程序 有保障的话 当然就可以执行这个除死刑 那当然他还有一个什么 第36号一般心理意见里面 有提到有提到说 这个如果不是直接或故意导致死亡的罪行 所以最高法院就用这个 来把汤景华的案件 就说明他是间接故意 可是六条人命 对于中华民国台湾来讲 我们毕竟不是美国那种枪支开放的国家 可能这个在重大枪击案 一十十几十个人的 六条人命不是犯罪情节重大吗 不是故意犯罪吗 所以表面上 表面上是 而你是依法审判 但是 那民众的感受 舆论上就会觉得 哇其实是你们 现在法律人 都是以崇尚费死为上 所以我要请教 我要请教这个 两位 你们支持 费死吗 有律师 第一点 依据公约的约定 36号的意见书 已经明确的表达 希望缔约国能够朝向 费除 朝向并没有说费除 我们难道不应该尊重 发生时当时的法律吗 那因为他讲的是朝向 这条道路前进 因此他给了 帝约国一个空间 也就是说 帝约国内部 要有一个民意 形成共识之后 最终走向这条道路 因此这个方向是 你们觉得 87%的反对费死 到朝向你们走到共识 还有多远 所以我现在只要你回答 yes or no 那yes or no 报告委员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 单纯的yes or no 没有关系 我刚刚已经跟您说明过了 只是要测试你的态度 我就认为你是 就是要费死就是 那陈教授 您也是赞成费死的 对不对 现行法上 死刑存在合法 是合线 而且是合线 对 过去也有两号解释 是 穷尽所有救济程序之后 对 如果该执行 我认为也该执行 所以您认为该执行就要执行 非常好 至少我听到一个 稍微接近我一点点 这个法情感的这样子 我们看看 因为今年 其实四月底 中选会就有一个公告 死刑依法半年内执行的公投 来举办听证 它会有一个 这个法定程序 如果进行公投 如果人民还是通过了说 法这个 死刑依法半年内执行的话 请问您会执行吗 还是会继续做出你们朝向费死的判决呢 yes or no 由律师 报告委员 死刑的执行不是大法官的执权 但是因为你们在这边 我觉得是技术上 有很多技术可以做 以至于我们现在三十八个死刑犯都没有办法执行 但是呃 呃 陈教授 穷尽我的意思是 如果是公投法通过 对 按照这个直接 如果不分情况六个月内一定要执行死刑 已经穷尽了终极的 就是你已经穷尽出了程序 尊重 尊重是好 谢谢 我听到一个比较接近人话的 刚刚因为我有听到这个陈教授您的口头报告 跟书面报告里面 有两句话我非常感动 你说一个社会 审判一个社会 要看他留给弱势者多少生存空间 而且是要以实现人性尊严为目的的 宪法在第十五条跟第二十二条 都对于这个人性尊严的保障 生命自主权 都有给予来做保障人民的生存权 所以本期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高龄化也好 或者是有很多的各种恶极 有很多 我说到很多的陈情人 他们告诉我说 他们很希望 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生命 能够有一个最终的自主权 就是尊严善终法 一样还是要经过所有的法定程序 或者医疗的咨询等等 那本期也想请教你们 也是告诉我说 你们对于 如果我们这个法 也是慢慢 因为现在一样是没有什么共识的 接近有共识的时候 你们自己的态度会是什么 游律师 谢谢委员 第一个 这个问题有几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说 生命权是宪法里面最重要的基本权 它是人性尊严存在的基础 因此对于生命权的保障 应该尽可能的周延 那第二个就是说 人的人格自主 个人的自主决定 这也是宪法上最重要的基本权之一 因此对于自己的生命是否能够结束 我想每一个应该都有自己决定的一个空间 但是这个法案如果要定的话 必须要另外考量国家对于生命的保护义务 因此立法院在订定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话 如果要订定的话 必须要考量以上这些 所以我就把你的答案 这个简约成为是有条件的支持 就是可以开放 但是要国家要善尽义务 这样正确吧 报告委员 这个部分我们尊重立法形成空间 那陈教授 是 生命权 研究法律一辈子 我到现在还在问 人真的有完全的自由意志吗 自主决定终止自己的生命 这个原则本身我赞成 问题是什么叫做自主决定 忍在很多情况下是很脆弱 我继续往下走 因为我只剩下六分钟了 接下来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自己本身过去也是个大学老师 那也经过年改 那四字四四三号 四八三号 五七五号 六零五号 六五八号 大法官 认为基于宪法第108条的这个浮工职权 还有官等什么这些都应该受制度的保障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的大法官是宣告说是大部分是核宪了 那我也看到你们的前辈前大法官廖亦南先生廖亦南教授 因为我在司法法治委员会也办过这样子的工庆会的时候 他来他的主张却不一样 他认为这是违宪的 因为文官制度的保障 这个是希望文官能够长久为国家来服务 但是那个在世线年改三法的时候你都对于文官制度保障都不提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其实现在是影响是蛮大的 国考人数降低了 我们警察大学以前非常非常难考的 现在好像分数也降低了 那由于是因为您曾经担任过促转会的委员 年改也是被认为是促进转型正义的一环 那你觉得这个年改的问题到底是这个破坏国家求财留财制度 可以吧 那大法官应该要捍卫国家文官制度 用转型正义可以破坏吗 报告委员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促转条例所订定的威权统治时期之后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应该跟转型正义我个人认为是无关的 那第二个就是我在世纪七八一号解释 我担任了国防部的代理人 所以我的答案是我认为没有违宪是确定的 你是认为是没有违宪的 因为我是这个案子的代理人 所以你对于廖亦南廖教授的看法 我尊重 其实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价值都不太一样 即使是法律人 这么位高权重也当过大法官 我今天早上其实在来的时候 跟一位我们民进党的非常资深的委员前辈 我非常尊敬他 我就问他说 现在有这么多不同的争议 明天你们党团决定是怎么样 要怎么样进行 大法官是不是全部都同意或怎么样 他怎么跟我讲呢 你是要怎么样 总统都送过来 我很不希望我们的大法官未来是要等于是要把守我们整个国家的 整个宪政体制的守门人 不应该是在让我们其他人觉得很无奈的状况之下去通过 尤其其实尤律师我们两个算是也有认识 因为你们当年是为了太阳花学运 刚刚也讲野百合学运你就开始参与 人民本来就有权上街头表达意见 不应该受到国家暴力 我知道您的主张 那我在想说 当我们对于大法官的人选的条件支持与否 社会上现在奇异很多 明天如果八百壮士退警 还有那些受到影响觉得我活不下去了 你不怕我死我也不要你活 要到这边来 其实保证保留总队 还有台北市警察局 保一总队通通会来保护各位 也就是说 原来可能尤律师您认为 当年的太阳花的时候 这是国家暴力 现在他是要来保护你的 那我最近其实这两年来我也看到 有很多的这个宪法法庭的 有一些判决 说实在都没有顾虑到 第一线执行同仁 他们有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法律工具等等的 在这一部分 我很希望 柳律师或者陈教授 因为我刚刚看到 我刚已经获得了两句话 我真的很希望 中华民国的公务员 中华民国的警察 是不会被分颜色 不要把他们当成是国家的暴力的工具 都希望你们也能够好好的保护他们 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怎么样做会比较好 也给他们可以在这边为人民来 创造一个安身立命的环境 就是也要保障文官制度 那这一点 柳律师跟陈教授 可不可以承诺 报告委员 我们从来没有否定过 警察的贡献跟努力 事实上我高度的肯定跟认同他们 他们是这个社会上 国家旅行保护义务最重要的资助 那我在太阳花学院里面 为了被害人去自诉 当年的实施国家暴力者 我也只是有自诉 指挥链上的官长 我们并没有去起诉到 第一线的原则 我还是会非常的希望 将来你们可以 因为柳律师 你的实务的经验比较多 有一些真的 不要让我们的警察同仁 觉得他们是带枪的弱势 我不希望中华民国 会把这些当成是 某个政党的遗毒 而是都是我们国家重要的 包括文官制度 也是如此 以上特别要拜托两位 如果 好 好 谢谢余委员 接下来请江文永昌 请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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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个人宗教及世界观的尊重宽容的义务 我直接讲几个事情 第一个 比方说像美国有争议 美国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基本教育 他会讲说 虽然我们在科学上已经有阿尔文的演化论 他是对于这个坚信创造论的人 你不可以去对他 比方说在教学上 老师教授可不可以这样教 甚至国家考试上 你自己的提出你的论文写说 要去声明说 进化论只是一种学说 然后学生在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指导 或者是命题上 有去这样的一个提示的时候 来做答题 你到现在是不是仍然还在坚持你论文当时的这个看法 抱歉委员 因为我手头上并没有带我自己的硕士论文过来 所以我也现在不确定说 您现在引述我的论文 是出在哪一个章节 前后的脉络如何 但是就您刚才所说的 172页 173页 是 抱歉 那因为我手上没有这个论文 所以我现在比较不能够知道 说前后的脉络在哪里 但是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可以先回答的是说 关于您刚才所讲到的问题 我可以分两个层面来回答 第一个层面就是 人要相信什么 要信仰什么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干涉的 国家不可以干涉 即便这个信仰的内容 再如何的为社会所不容 这个部分仍然要坚持这个界限 国家不可以介入 所以我们在促转会的时候 我在促转会的时候 处理的一些案件里面 对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或者是信仰共产主义的这些案件 单纯只是因为信仰 而获罪的 我们都把它撤销掉 好 如果参加国家考试 那个考题上 它没有注明说 是根据进化论的看法 要学生去答题 那个学生对于自己 坚信的创造论 他就放弃 这一题目不去答的话 那这样会有一些 巡政征授或相关的保障 你到现在能够持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吗 跟信念吗 抱歉 这个部分 因为在台湾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通常会发生在美国 那在美国的话 我来讲一个台湾有发生的一个问题 我知道你可以这样跳过 因为我希望得到具体的 比方说 你知道我们宪法有规定 服兵役是我们的义务 但是你也曾经因为 耶和华建政人 拒卓军服 拒绝教招 你去辩护 但是最后还是判了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1 这个判决是三个月了 那将来如果你成为大法官 如果有其他的 这个案件 细数到宪法法庭 你做大法官 到时候你的解释 又会是什么 还是会回复到 你说我们宗教信仰 这是我们良心自由所导出 所以我如果不能去服兵役的话 我们立法者 很像讲我们立法者 太多人 我们应该要有 其他替代的一个方式 来替代这个兵役 你还这样子一个主张 那将来你成为大法官 如果细数于宪法 在这个拒绝服兵役的诉讼的时候 那你的见解又会是什么 还会跟以前一样吗 报告委员 我在耶和华建政人 那个案件里面的辩护 辩护的主张 跟我的硕士论文的见解是一致的 我认为宗教自由本身 是国家应该给予高度保障的一个基本权 那每一个人 如果拥有内在的精神上的信仰自由的话 那么外在上面就应该保障 他根据这个内在精神信仰 去行事的这个权利 外在的宗教自由 或者是外在的信仰自由 所要保障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么在耶和华建政人这类的案件里面 就是在这一点上面 国家必须要给予高度的尊重跟保障 那么国家作为一个高权主体 我想国家应该是有能力 而且也有义务 能够就让一个人 能够根据他的信仰 并且在现存的法律体系 或者是社会规范体系里面 获得他的人格开展 国家应该有这个能力 我没有持任何立场 我只是说当年你在当律师遇到的案件 可是将来你在当大法官的时候 如果有人拒绝兵役的时候 到时候大家还会看你 你做大法官 你怎么要改水 我继续请教 有关于宗教信仰还很多 比方说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第27条 学校卫生法第14条 传染病防治法第48条 这边分别有规定 儿童去接种疫苗 以及包括入学前 这些学校要通知卫生机关 家长也应该负这个责任 不过家长是其实没有乘除 但有关于主管机关 卫护部卫生局 对传染病病人 有被接触的这些 要去实行预防接种的时候 这个如果不接受的话就有罚则 但你知道有些人的宗教 他就是认为这个接种 是违反他的信仰 那你刚刚这样诊断讲下来之后 那将来有人这样被处罚 到时候又细俗于宪法法典的时候 要不要违宪呢 报委员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不是只有在台湾才有 在国外也有很多的案例 那这种案例都是所谓的hard case 在这个地方在处理上面 除了要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之外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必须要考量到 就是说这边涉及到的国家 对于第三者 以您现在所取的这个理解来讲 就是这位儿童 免疫健康权 对他的身体健康权的保护义务 那这两者都是重要的重大的公益 宪法上的宪法法 这两者冲突的时候 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平衡的解释 平衡的结果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我其实缩小范围 因为其实在宪法当中 比方说平等是原则 在宪法当中 我们自由 不然你通讯结社 集会宗教 自由要保障 你还有财产权 你还有生存权 你还有工作权 所以这些前后顺序 可能在每一位法律人 认知在每一个事件当中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先缩小到很小的范围来问你 这都是你自己曾经提出过的 所以我是比较希望说你能够 就在这么宅小的范围当中 你的见解必须要讲出来 那我再挑战你一个 你以前也讲了 你的顺势认文148页 你说制度化的宗教 但是也包括 普化宗教 这个都是要去保障的 那普化宗教就会到祖先崇拜 就是 那这个就会到祭祀工业 我就直接 很明白的讲 你认为说国家在宪法13条 要去当宗教团体 自行决定其管理跟运作 那不言够去立法去规范 这个自知事务 不应该用行政权或司法权去介入 那现在来 那我们在2007年的 祭祀工业条例当中 对不对 祭祀工业的成文资格 申报内部运作 财产管理等等 还包括等一下我就要问你的 男女平等当中在 这个祭祀工业条例第四条 当中排不排除 那你怎么看 这个算不算国家越权 去介入到你心目中所说的 宗教团体 宗教信仰自治的宝藏 祭祀祖先这件事情 这个是宗教自由说 祭祀工业排除女性 所以您现在的问题 是要集中在这点上面吗 我看其他的你可能答不完 那其实在前面那个 王婉玉委员在问的时候 我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 那我再重申一次 其实大把关在 四字 抱歉我看一下 我找一下 四字728号 四字728号解释 2015年 但是我们实际是沟通 因为其实 那个四字728 他只有讲 祭祀工业条例 第四条 第一项前段的文字 他还没有讲到 第一项后段的文字 就前段的文字 他就是说 派下员依规约 有规约就依规约 其实骗查了 内政部 没有一个规约是可以给 那个女性只称 可以当派下员的 全部都男性 这个 这个在你而言 有没有 可是我等一下就讲了 现在开始有人要推翻了 也是大把关 112 限制 先判至第一号 今年的 即将 这里面很多大把关的意见书 是要推翻 四字728号 你先讲 我不知道你 你对这个 这又是一个 宗教自由跟男女平等 谁要摆在前面 照你的讲法的话 国家不能介入 抱歉 我在我的说事论文里面 已经很清楚地讲 宗教自由 它有权力的核心 也就是它内在的精神自由 这一块应该受到绝对的保障 在外在的行为自由 这一块 宗教行为自由 这一块 这一块是可以用 宪法23条的原则 宪法23条规范 去加以限制的 就这一块来讲的话 现在您问到 祭祀工业来讲的话 我想 祭祀工业这件事情 如果要去主张宗教自由的话 我想它也是在宗教自由外面 很边缘的部分 没有到核心的部分 因为祭祀工业 这个主要处理 也是市产的管理 祭祀财产的管理 这种祭祀财产的管理 基本上 跟一般市俗财产的管理 我想不会差异太多 对于祭祀工业财产的管理 也不会侵入到宗教自由的核心领域里头 那么回到宪判制第一号判决 这一号判决已经直接宣告了 祭祀工业条例第四条第一项后段 还有同条第二项的规定 是违宪的 违反了平等原则 那么我想因为它宣告的 但是无规约或规约约定者 然后如果你派下一个 就用设立的男性子孙的话 这样是违宪的 对但是规约因为是一个司法上的行为 所以将来在细征的法律案件里面 法院的审判案件里面 到底对于这个规约如何去解释 这个时候民法上面所讲的 那个工序良俗条款 以及强行规定条款 是不是要依照 112年宪判之第一号判决的意旨来解释 这个将来会有实务上面 很大的发展空间 您等一下 院长我请那个陈总武提名人 来 请 我刚刚问了有律师前段 现在来问你后段 现在问题来了 112宪判之第一号 他虽然在处理纪事工业第四条 第一项的后段文字 我全部都整理出来 因为你要知道 当年在2015年的 四字七二八号 虽然是核线 说前段文字 你规约就照规约 但那里面大部分 全部都是排除女性子孙 但现在许多的大法官 在宪判之第一号112这个里面 就也去提出对于七二八号 原来的那个核线的解释文 现在把它写成是 违线了 这怎么办 就是说现在出现 就是说我们在线马当中 我刚刚有提及了 您啊 这个我看过很多您的文章 可是您从来都是去解释说 这个四线的解释 它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意思 我今天是很想听听 您直接的见解 因为未来你们是大法官 到底这些基本权的冲突的先后顺序 我可以念一堆 但是时间有限 该怎么办 它这里有两个纷争 一个纷争 再是宪法本身 到底你要把 刚刚我问 游律师是问宗教信仰 要不要排在前面 但是其实我们很多的大法官 他其实会把 决设自由 法的安定性 放在比较后面 他反而是把什么 把平等的这个权利 的原则放在前面 这是第一个冲突 到底哪个放在前面 个人讲话不好 第二个是 我们在一二宪判至第一号 既然没有要讨论的标的 大家去讨论到七二八号 那边前段文字的这个违宪 该如何处理 就交于您 宪法也要变迁 已经有潜力 以后解释去变更解释 前解释 我乐见宪法 继续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 不断的在变迁 那至于委员 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抽象的 我只能这么说 贯彻性别平等吧 如果在价值选择上 我们宪判至第一号 目前还没有处理 四条地项前段 未来这个问题 也许是我职务上 大法官意见书已经都写了 所以如果根据这样的来 我有算了一下 现在大法官意见书 这个数量 其实只要有细属于 这个以前七二八处理的第四条 第一项前段文字 那恐怕七二八核线 未来会变成 违线 所以我在这里先提出来 因为时间真的很有限 其实是 好 谢谢江委员 报告 全力委员会 今天下午寻答 进行到此为止 谢谢两位 被提名人 列席答询 全力委员会 针对 四万院大法官 被提名人 蔡采生 等四位之资格 及是否试证 相关事项之审查 现在已经审查完毕 点案做以下决议 提报运会 提报运会 以吴继林投票表决 现在散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是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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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是否则 是否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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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